字幕提供 原來是這麼失望的 可以先幫大家試了就不用大家重複 或者如果吃到一些網友推介 都蠻好吃蠻高質素的一些餐廳 也可以在影片裡介紹給大家 所以也想拍這些叫做什麼 去餐廳試吃的影片給大家看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或者有沒有興趣呢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今天也是啦 約了兩位朋友去 我已經吃過無數次的Dud&Waffle 每次去我都覺得很棒 所以這次開封了之後 也跟兩位朋友去吃一下 因為我那兩位朋友都還沒去過 所以我覺得他們一定會很喜歡 所以今晚就跟他們出去吃晚飯 順便拍片給大家看看 介紹一下這間我這麼喜歡的餐廳 大家也可以跟著我一起吃晚飯 YEAH 好開心啊 之前疫情我真的超級靜 沒有人的 現在又是回復人來人往的車站 沒錯 這間餐廳就是在Liverpool Street 你一落車走大概五分鐘左右就已經到了 非常方便到達 因為這個站是一個大站 你可以坐地鐵、火車、Overground 很多線你都可以來到 我想說等一下你去的電梯你要留意 它是會很快速地上去的 因為會耳鳴那些 也不會的 但它會令你有點離心力 好了我們現在拿出我們的訂位 因為這間餐廳你一定要先上網訂了 20磅一位 如果你不去的話它是會照扣錢 但如果你去之後 你買單的時候它是會照單選20磅的 好怕 有一點離心力 暈的是 我先進來 找吧 全程是十幾秒 上到最高 好害怕 來這麼多次都好害怕 走出去 你試一下出去 你離開了 但是那個鏡頭很漂亮 是不是很害怕 有什麼感受 超嫩 真的離身 是啊 小明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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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